一國兩制其實就是一個政治羞恥 去掩飾香港其實是一個中國殖民地的事實 而基本法就有如當年 中共逼西藏人所簽署的十七條協議 其實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陷阱 我們唯有脫離這個框架 我們唯有獨立 我們才有民主 才有自由 才有這個人權 我們在這宗案裡面 我們向法庭申訴的時候 不斷強調我們的人權 選舉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都是我們的人權 非常之重要 但是歐慶祥法官 他就說其實這宗案的重點 是放在憲法對於參選人的要求 換言之 就是人權 在這次這宗案來講 是相對地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憲法和法律 凌駕於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權 另外 歐官也都判104的釋法是有效 並且延伸去到參選人身上都可以應用 本來 基本法第104條只是應用於一些高官 或者是當選人的宣誓的程序上面 但是這次 歐慶祥法官說 104條的釋法是應該延伸去到參選人的身上 歐官也都說 普羅大眾對於這個選舉制度的信心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參選人必須能夠順利地當選 即是說能夠順利地宣誓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你是不能夠在這個立法會裡面順利宣誓的人 是應該要取消他的資格 另外 他的判決其實是賦予了這個選舉主任 有權進行一個政治的篩選 他也說選舉主任是應該去問問題的 即是當他判斷一個參選人的提名資格 是不是有效的時候 他是應該去問問題 然後根據他們的答案 即是參選人的答案 去決定究竟他們的提名有沒有效 而這個宣誓的誓詞 其實在97年之前 只是要求我們 維護香港的法律 以及為香港人去效忠和盡力的 但是在97年之後 在這個宣誓的誓詞裡面 其實是加入了一個政治的立場 就是說 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區 當這個誓詞裡面 是加入了一個政治立場的時候 代表他們能夠藉著這個誓詞 進行一個政治立場的篩選 所以這個魔鬼的細節 其實在97年的時候 已經是一直存在 所以我再一次重申 其實一國兩制 基本法 只是一個虛言 其實是困住我們的香港 我們必須脫離這個框架 我們必須脫離殖民地這個身份 我們才有民主 才有自由 我們的人權才得到保障 另外 歐觀有一點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 在這個申訴的期間 程序的期間 我們提出了 一些英國或者是叫做 普通法系統裡面的一些案例 但是歐觀就說 香港的情況是非常之特殊 所以我們所引用的英國的案例 或者法律 是不能夠應用在香港 也就是說 我們香港已經離開這個普通法系統 越來越遠 我們是和這個普通法世界 分道揚標 這件事是令到我非常擔心 究竟香港 將來還會不會是一個 令人值得信賴的普通法地區 這也是對於香港的政治穩定 這個商業的穩定 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以及有一個很大的疑慮在這裡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這一單選舉情情 是一個司法的抗爭 我香港 我們香港民族黨 以及我陳浩天本人 我們必定是會盡力 將這個選舉情情 去盡量去 不斷去挑戰它 我們有可能會去這個中審法院 挑戰這個裁決 但是我要問了一個律師的意見 以及和黨有商量先的 既然這個站落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必須盡力去做 因為我為的 並不是為自己那麼簡單 也不是為了自己的黨 其實最重要 是為了後來者 後來者的意思就是說 類似周庭 黃之鋒 自決派 本土派 甚至是民主派 港獨派都好 他們都會因為我這宗案 可能不能夠再參選 所以我為的 最重要不是為自己 而是後來的人 繼續有一個選舉權 以及被選舉權 雖然我不樂觀 甚至是悲觀 但是我們一定會盡力做下去 在呼籲 我們的支持者 千萬不要灰心 我們香港民族黨 一定會戰鬥到最後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上一代 為了追求自由 尊嚴 和生存 拼命走到香港 我們 會繼續 繼承這種精神 我們會繼續追求自由 尊嚴 和為了生存 我們一定會奮戰下去 我對香港人有信心 即使我們面對很大的困難 即使我們被迫 向中共下跪 但是我們的心 一定不會向中共投降 我們一定不會投降 我們有骨氣 另外就是我希望年輕的一代 稍安無躁 我知道年輕的一代對於香港 非常熱心 很想作出改變 甚至是希望將自己的人生 投入去政治 但是我會呼籲一句 稍安無躁 因為現在時勢非常艱難 暫時的困境困難 就由我們這些已經站出來的人 繼續去支持著線 我們會戰鬥到最後 希望你們能夠繼續積存實力 等到時機一到 有一天 中國共產黨惡貫滿營 堅命注資的時候 它和世界的文明國家 去作對被包圍 陷入戰亂 甚至是中國共產黨崩潰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必定 必定 會和其他受中國壓迫的民族 同時間 爭取自由 拿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我們必定會戰鬥到最後 我們一定不會投降 多謝大家 如果您的意味道會發行 請問問您會否定會在考慮 是否判定 你更快要發行 為何事情要發生 對未來的選擇 未來的選擇 未來選擇 但我會想到 我還沒決定 要去調查我的官員 前面判定 這也不明顯 要在選擇 身上的選擇 會有權 特定的選擇 和政治的選擇 選擇 或甚至於他們的思考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 可能是未來選擇的情況 剛才你說也有可能不會上訴到終審法院 但初步有沒有看到有甚麼空間 有甚麼輪點是可以挑戰到的呢 第二就是想問回今次他都說了 半次制裁定了你不是真誠的 有沒有基本法日後還會參與其他選舉 會不會擔心到任何選舉 我是不會參加日後的任何選舉 除非這個選舉制度變為一個公平公開 一個正常真正的民主選舉 如果我是不會參加 另外就是我們看過的判詞 其實歐官是完全否決了我們所有的論點 包括我們不斷強調的人權和個人自由 歐官都是相對地沒有那麼去關注這一方面 就是關注人權 所以我們是並不是很樂觀的 對於上訴 至於究竟會不會真的上訴 都是要跟律師團隊去談一談 判詞都提到選舉主任其實是可以去問清楚 你是不是真心擁護 基本法和特區政府 你覺得這個判詞是否更加確立了選舉主任的角色 可以更加日後更容易去DQ一個議員 因為我們本身在這個情緒裡面是強調選舉主任的角色只是一個很機械式 處理文書工作 看看份表有沒有填好 但是歐官就認為這個選舉主任他不是一個行政角色那麼簡單 因為在英國方面我們引用的英國例子的案例就是說 在英國選舉主任和這些文件是非常機械性 是不需要有一個政治審查在裡面 但是歐官就是說 香港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所以英國的案例是不能夠應用到香港 亦都因為這樣 這個選舉主任是有權去審視整個提名 並不是只看提名表格有沒有填好 亦都是給了這個選舉主任的權力 去進入一個政治的篩選 以及歐官是說 這個選舉主任在作出決定 這個人的提名有沒有效之前 是應該要問問題 而且要根據他答問題的答案去決定 去作出一個客觀的決定 關於選舉主任那裏 其實判詞說他有entitled to look beyond the formal components of the forum 你覺得是否將他的權力再一度伸延 可以看到多遠呢 另外就是關於判詞裏面否決說 你們覺得那個decoration是一個formality 你服不服他的那個判決呢 當然我是不同意歐官的判決 非常之失望 因為再一次就是 在共產黨的威權 和香港人的自由 民主和人權 之間他選擇了 站在這個 這個法院選擇了 站在中共的威權那邊 沒錯 不過的確是這次的判決 是給了選舉主任一個正當的法律的力量 去審視這個候選人 他過往講過的東西 公開場合講的東西 去審視他是不是真誠真心 其實是將選舉主任的權力 是放得非常之大 而且他最後都沒有 就是說他選擇不處理那兩個問題 就是覺得你是否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的問題 你覺得這方面他那個決定案 我想他最重要 這次他都是說 其實他最重要是確立了這個選舉主任的權力 就是變了將來任何人參選 都變成選舉主任一個人可以決定得到 換言之選舉主任只要不相信你是真誠擁護基本法的時候 或者不相信你是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時候 他就可以取消你資格 這個是給了選舉主任非常之大的權力 是不合理的 我覺得 這次這個補選那裡 都有些叫做一堆人 那選舉之後 不知後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如果大家不服就去選舉情情 那你這件事 就是眾多點 叫做變態第一個選舉情情結果 其實以你的理解 是不是就是類似你的主張 例如港獨自決本土 如果你的上訴是你不去做 又或者不成功的話 其實基本上大家參選的門件是刪斷的 沒錯 就是這次的選舉情情會成為一個案例的 所以是非常之重要 我也是這樣說 就是說這個責任落在我身上 我必須是要完成它 盡力去做 有能力的 我就必須去帶到終審法院 去作出一個最終的挑戰 但是我不樂觀 至於你說是什麼立場的人會被取消資格 其實是共產黨在香港的自由不斷地收窄 第一步不准港獨派選 第二步不准民族自決的人選 第三步不准民主自決的人選 最後是本土派然後就是民主派 但是之前都有人說過就是 只要你反對23條立法 你都是不擁護基本法 你都是不能夠參選 所以見到這個選舉的自由是不斷地收窄 還有這個絕對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選舉 只是一個選擇 是這個殖民政府怎麼選擇一個殖民議會 三權分立其實只要沒有了一權 就已經是崩潰 三權分立是說一隻頂 只要沒有一隻腳就已經崩潰 現在我們的行政是沒有了 立法亦都沒有了 甚至司法都是沒有了 所以現在我們的環境是非常之惡劣 但是我對香港人是有信心 我們一定是會堅持下去 剛才你說 如果除非變成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不會再參選 你為之甚麼叫做公平公正 是否提倡港獨的人都可以讓他入閘選 才為之公平 我認為任何人的政治立場 都不應該成為他不能夠 參選的一個原因 但是歐冠就是說 即使你是很和平 這樣去主張香港獨立 你都是不能夠去參選 因為你都不符合憲法 我認為這件事是不合理 因為我們是可以 這個所謂的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是應該能夠自由地去表達我們的政見 不應該是預先設立了某些立場 是不能夠去參選 這樣絕對不是一個公平公開的選舉 你覺得參選 你不是做多的話 還會用甚麼方法 選舉主任做這個審查的時候 應該問候選人問題 對於你這件案例 你說是一個案例 你覺得對於州庭的選舉請不請 因為其實選舉主任沒有問他問題 沒錯 你覺得他會對他的請請有利呢 我其實對於其他人的選舉情情都是不樂觀 雖然他說選舉主任是應該去問參選人的問題 但是即使在這一方面可能有一個情請人是有一個好處 但是結果都很難說 但是我也不是一個法律專家 我只能夠說我對於其他人的選舉情情是非常之不樂觀 是 所以你不是做多人後不會參選的話 會再用甚麼方法 在你社會的負責任 我們繼續宣傳 其實香港獨立只是一個手段和形式 最重要是香港人能不能夠生存下去 究竟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傳統能不能夠保存下去 究竟在二百年三百年之後 沒有香港人存在這個世界 這才是最重要 獨立不獨立不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方向就是為了保護香港人 保存我們的文化語言和傳統 這才是最重要 另外 在今時今日其實有很多年輕人或者抗爭者 甚至是老年人 他們是因為追求自由而被判入獄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一方面去支援他們 我們應該去發展更加多的經濟實力 比如我們是能夠做到生意 能夠賺到錢 我們去支援這班受迫害的人 這個是我們的方向 Do you think the court decision gives the returning officers too much power as of now? Yeah, of course We think a returning officer should be an administrative role very mechanically to inspect the documents instead of politically screening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candidates the RO shouldn't be looking into what the candidate had said before in the public or even in the private circumstances and I don't think the RO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ask further questions other than the nomination form so they should be fundamentally should be a machine-like role to inspect whether the document have been filed or have been filled out correctly correctly that's all 大聲點 大聲點 是否因為你的主張 要去改變香港東軍的政權 於是他就可以剝奪了你的政權 我不承認共產黨對於香港 是一個合法的統治性 香港一直以來 一個鐵定的事實就是 一個英國的殖民地 但是我們被剝奪了 一個民族自決的權利 我們是很應該在脫離民族 在這個殖民時期之後 我們是有權去選擇我們的將來 但是我們未經諮詢 我們被剝奪這個民族自決權的時候 共產黨單方面去寫了《基本法》 然後單方面 強制我們香港人接受《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所以我不認為它是一個正當性在這裏 剛剛你提到年輕人應該是爭安無措 那是不是自己是年輕人 不希望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勢 再進行任何抗爭或者反抗 我不希望年輕人作出無謂的犧牲 不應該衝動 因為在現在的事實是非常困難 在制度內是很難去參與 在制度外 譬如參加街頭活動 一些很和平的社運的時候 都很有可能被認為觸犯法律 被無理檢控 被無理監禁 我希望他們能夠三思而後行 而在抗爭的戰略方面 可以交由我們這些已經站出來的人 我們會盡力去戰鬥 為大家爭取的空間 我們香港民族黨的立場 一直一直都沒有改變 直至今時今日 我們依然是主張香港獨立 我們依然覺得是應該廢除基本法 立一套新的憲法 我們會戰鬥到最後 當我們去爭取這些生存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可能為自決派 或者民主派 本土派爭取更加多的生存空間 我們黨在最前面 希望他們能夠在這段時間去積存實力 而不是作出無謂犧牲 多謝大家